哈喽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这里是实时战转播去 答应大家的视频来了啊 罗索和布鲁两兄弟同时出产对战 太家奥特曼啊 太家奥特曼依然是3000名啊 依然是3000名太家 但是这一边 哇 大家看一下这数量 壮不壮观 我们已经把布鲁的数量提升到了1万名啊 布鲁1万名出场 因为大家看过上期视频的差距啊 所以说这次我们直接把他的数量调成1万 而且请出来他的哥哥罗索 罗索的数量是多少 5000 相当于 罗索和布鲁一共加起来有15000名 对战只有3000名的太家 那么你觉得哪一方会获胜呢 觉得太家能获胜的评论区 敲一波一 觉得罗索和布鲁能获胜的 那么你评论区敲一波二 话不多说 我们老规矩中间线 开战 好的 战斗已经打响 我们现在从开场的局势来看啊 我们的太家正在往中间线 的对面靠近 开始看起来 这边因为 布鲁的数量比较多啊 直接将 也没包围啊 也没包围 毕竟我们的太家的实力还是在那里的啊 直接突围的过去啊 但是这边的数量依然众多 我不知道我们的3000名太家 能否击败 总数为15000名的 布鲁和罗索啊 看见面太家的实力果然强啊 在这个游戏当中 哎 我发现 太家竟然形成了反包围趋势 我的天 这罗索和布鲁这么多人 也打不过3000太家呀 看来 看来这数量的压制 也不足以对付太家呀 大家看这一边 太家基本把这一边已经全部 打倒啊 已经全部打倒 哇 在这个游戏当中太家还是挺厉害的啊 看见没 就这么一点呢 好的 全部打倒 哎 那一边也同时结束了 我的天 我真的没有想到 啊 居然差距还有这么大啊 我再怎么想 估计也是差不多的水平啊 这么多的数量压制 结果太家 基本还是以大部分 站着的状态获胜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优势啊 好吧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支持管理歌 帮管理歌 视频多了点赞 想看什么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下期视频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